中文字幕——YK 我们是代表残疾人的机构 我不替残疾人说这句话随随说 有人称他为独立大侠 有人说他是维权特使 是什么原因让他声明远步 又是什么力量让他执着坚守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 单手撑起一片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残废和残疾仅有一字之差 似乎没有引起过大家太多的注意 但是在我国的官方文件当中 从原来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症 到现在的残疾军人症 这一个字的转变 可以说是寓意深远 这个细节折射出的 不仅是社会对于残疾人 态度的逐渐转变 更多的是弱势群体 自身的努力和进取 今天我们就带您去认识一个人 他叫蔡松熙 他不仅是这一次之差的亲历者 更是推动这场变革的一份子 在福建省的张江祖地云霄县 坐落着一座文明侠儿的将军山 公元669年 唐朝将领陈正奉旨率军平定内乱 从此定居张江流域 繁衍生息 后人为纪念先祖 修筑的这座将军山公园 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 这座修筑于上世纪90年代的 唐僧园林 处处均设有无障碍通道 而这个细节的修改 正是来自蔡松熙的建议 公园在设计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残疾人通道的问题 所以他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 直接找到县人书记 找到县长 我们是代表残疾人的机构 我不替残疾人说这句话 谁去说 后面的这些建设 武藏原设计是已经落入 整个公园的建设规范的元气了 这个应该说 我们有建议 领导有采纳 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岗位上 有起码促使它 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 这位替残疾人说话的蔡松熙 是云霄县残联副理师长 退伍兵 三级商残军人 从事助残工作近二十年 这几天为了落实一笔政府资助金 他正忙着走访县上的残疾家庭 我们最近是在做这个助残工程 这个是叫居家拓氧的项目 我们是根据省里面 给我们的指标 直接分解到底下各个乡镇 那按照他人口比例 马铺乡它是有 给马铺乡是有八户的指标 我们下去的工作任务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不要说把这个国家政府 给的这个政策 把它用偏利用外来 把这笔钱给最需要 真正需要拓氧的这些人手上 主要的就是说 这是重度精神病患者张某的家 这个原本殷实的家庭 因为治理障碍的孩子被彻底的压垮了 今天这户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一个精神病人 我们今天来了 只能够看看他的基础环境 找不到那本人也不在这里了 40分钟的车程 20分钟的山路 一路辗转过后 却并没有见到调查对象 蔡松西只能下次再来 举家脱氧是以精神残疾为主要对象的一项政府资助 由于这次项目的资助金较高 找蔡松西办事的人 落意不决 现在很多因为社会管制 有个通过这个人找那个人找 我这是一个原则 不管你任何人找 你县长县年书记下来找 再去补合和人家拍的 这个是信息 他已经就是把这个信息 给我发过来了 你看 他就说是哪个正的 什么人 我回到单位去 我就把这两个人的名字 撕进电脑 他是视为什么残疾 我就显示出来了 那我就根据他的连连段 根据他的残疾内别 我这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说 是侯是这个对象 不过对象我就下去跟他证定一下 还要看 实际再去看 如果他的硬件都过不了关 我就不去了 云霄县有十个乡镇 一百七十多个自然村 七百多户残疾家庭 这些年蔡松西的足迹 遍布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 哪怕是最偏僻的紫角村 他也去过 一方面是为行动不变的残疾人 办理证件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 让每一笔资助款 都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一户有三个 这个是这两个孩子 这个就是这个母亲 到现在已经关注他有六七年时间了 像这样子的家庭 这个在我们居家养户这个项目当中 是把它作为一个重点对象 那么只要说他们还生成所 我们现在就考虑说 怎么去改变他这个环境 蔡松西第一次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 屋子里涂了锅灶 没有任何家居 两个孩子更是衣不避体 甚至都不懂得跟人交流 这让蔡松西感到十分震惊 接下来的日子 他便尽可能多地为这个家庭 争取政策扶持 这个也就是说什么 现在读件条件 说去改善这个环境 你现在两个孩子没办法去什么地方 买个电视机 他也不用到外面去 他可以在这边享受 直接看 多少 原来那个小的那个 两个孩子都是 怎么跟他讲都不行 这次来我就发现 我跟他讲话他听得懂 和这里残疾的患者相处时 蔡松西喜欢和他们说说话 哪怕是发现了一点点起色 他都会感到兴奋 不但如此 对于资助款的使用 他也保持随时的关注 为了给残疾人 人牢福利 本身就残疾的 本身就残疾的采松西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 都在和最底层的残疾人打交道 熟师他的人都尊称他为独壁大侠 与此同时各项荣誉也分之踏来 老太太到工作 他那个残疾工作的时候 你看每年都这边有奖状 都是他的那个 荣誉证书 哎呦 这么多了 你看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的确是很卖力 把他全身心的都通租到工作去 然而这些政章背后 却隐藏着这位退伍军人 四十多年前的一份沉变变的失落 当时在部队没有拿到 没有来得及拿到军工章 会不会遗憾 这个应该讲是绝对是一种遗憾 因为当时在部队出事的时候 我就说过了 我还自己还觉得说 如果我那个是在战场上 或者是在什么年代 我绝对是个英雄 但是现在英雄当不成 只能够爬着回来 爬着回来 说要好好生活 不给不得丢点 就是这个思想 是支撑着 说现在 一个一个整个家庭也好 说个人个人生活 红利也好 1970年12月26日 16岁的蔡松熙怀 揣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参军入伍 然而参军不到一年 厄运却不期而至 在一次军事演练中 采松熙不幸伸手重上 右手截肢 右眼失明 当时我出事以后 我们团里面那个首长 他就帮助我把这个脆片给捡回来 他说你这个东西是捡事 我捡起来 等到以后 以后这个乃一天消失的时候 就同样也把它放到骨灰盒里面去 归宗了 如今蔡松熙已经释然许多 然而事发后的那段日子里 蔡松熙一看到这瓶药水就心如刀割 她几个月都不敢照镜子 精神 激进崩溃 就是结婚到时候 我爱活着干什么 脾气 变得很暴炸 曾经有一次就是说 这个卫生员端饭给我吃的时候 时间给我拖过 我恶化不说 我拿起整个网子跟他摔下去 护理他的战友非但没有怪他 反而给了他更为温暖的呵护 这时候他人家是个女孩子 还是个大姑娘 帮助我取迹 我那个手这样子不行 他给我洗澡擦澡的时候 我都比他蛮危险 但是人家不说 他说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你就把我自己当成自己的亲姐姐 我怎么做你就添花 人家一句话 所以我得感激他一辈子 战友的细心照料 领导的真诚关怀 让蔡松熙逐渐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他决定重新振作起来 不给部队 不给自己这个军人的身份抹黑 他回到家乡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烟厂做考研工 在二百多摄氏度的高温炉边作业 我一直走开温 还靠这一只走开温 还要到里面看温度表 这个时间起码比人家 正常人在操作 这个慢的意味着什么 慢就意味着说 那个高温对我全身的红烤时间延长了 所以这个是很累 也比较苦的工作 我都干 我都熬过来 从普通工人到领班 再到总领班 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奋斗 让蔡松熙的事业逐渐有了起泽 他顺利的结婚生子 有了自己的家庭 就在事业生活一切不如正规的时候 一个残念的工作机会 就让他萌生了新的想法 主要他有一个按比例 安置残疾人就业 还有一个扶持残疾人 发展生产 那这个课题 我觉得说还是 有点实实在在 为残疾人办事的这种感觉 我没有忧意 我就答应下来 蔡松熙一上任 就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 他自从部队没来以后 他就是装那个甲脂 政府跟他装的甲脂 那后来他以前有用 他那个甲脂戴起来 就特别好看 就戴一段时间 戴了以后 那个夹眼 还有可以装那个眼睛 装饰品 他成了以后都没有戴的 比较亲切一点 因为残疾人老师很多都要找他 因为跟他的差不多 都是那个残疾人 他比较好沟通 当时县里的残疾人事业刚刚起步 蔡松熙丢弃了足以乱争的甲脂 图着伤残之躯 走访残疾人家庭 把他们的困难 一一记录在案 进行跟踪扶持 在这些残疾户中 给蔡松熙印象最深的 要数十四财 在云霄县郊美村 十四财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村里人都知道 这个患有严重先天肢体残疾的人 独蛋鱼养得好 还有个美满的家庭 十几年前 十四财常年寄宿在别人的鱼牌上 靠帮别人看管鱼池维持生活 蔡松熙了解情况后 劝他自立门户 并且帮他申请了贴息贷款5000元 作为启动资金 审得自己掏药包在各方面 给予支持 在蔡松熙的帮助下 仅仅两年时间 十四财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不但还清了贷款 发展了事业 还收获了爱情 在小小的鱼牌上 建起了温暖的小家 今年十四财一家搬进了新盖的小洋房 为了装修 他向亲友们借了好几万块钱 在令十四财高兴的是 现在村里的人再也不会看不起他 都愿意借钱给他了 所以说每个人能够在自己的限制 条件下 能够尽量去花费自己的手忍 让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 生活是靠自己去奋斗来的 不是等来的 这也是一个生存下去的一个根本 你现在不管说哪一代人 我这句话不是说对谭吉人而言 你见钱人也应该是这样想 我这句话不是说对谭吉人而言 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对蔡松熙而言 这扇窗就是住残事业 就是和残疾人朋友建立的深厚友谊 从事住残事业近二十年来 蔡松熙为很多残疾人争取到了资助款 自己却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捐助 他说拿到这本残疾军人证 他只想说明一件事 残疾人要互帮互助 残疾军人更是如此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训练场上他们是经过不让虚美的铿锵玫瑰 国境线上他们是坚守东南海防的边陲奇葩 花头巾 蓝短袖 黑矿裤 银腰带 他们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海防前沿 他们将如何绽放异样的风采 和平年代 下期为您播出 惠安女民兵